参加亚运 不过现在有立委爆料说 这是这个体委会12位官员 做的是商务舱 但是中华队的选手却是在外头哭等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佳元来带我们掌握 佳元 好 台军道好手杨淑君 昨天被判失格 让国人非常的愤慨 那其实呢 今天民进党立委也扯出了一个案外案 表示当初来参加亚运的时候 体委会官员去亚运的时候 竟然是做商务舱 体委会坐商务舱 专车接送 这是体委会这一次去参加亚运 浩浩荡荡去了12个人 这12个人发挥了任何的功效吗 除了沾光抢风头以外 你们为台湾的体育做了什么事 除了要我们把眼泪吞下去 以外你们为我们的选手做了什么事 我们要告诉杨淑君 你的眼泪不会白流 我们也要希望台湾人民 我们的眼泪绝对不可以白流 好邱颖颖还有拍摸完今天是出面爆料 表示有人和她踢爆 也和尖达越南陈琴 表示说竟然是有体委会的官员做商务舱 而且在当时的时候还让一些相关的陪同代表 或者是说要去参加比赛的人 苦等在机场苦等两小时 是不是真有属实 待会会随时插播连线 把镜头先交还彭丽主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